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我是冯一刚 今天说人解字来说一位帅哥宋玉 宋玉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 他是继屈原以后最杰出的楚词作家 有作品《九辩》、《招魂》、《神女妇》 《灯徒子浩瑟妇》等等 与屈原并称屈宋 宋玉也是古代著名的美男子 和潘安、魏戒、蓝陵王并称四大美男 那么就是古代F4吗 这古代的四位比F4红得久 宋玉曾向屈原学习楚词 而且同屈原一样 有着尽忠报国的理想报复 他因不凡的谈吐受到楚王赏识 身任大夫 然而当时楚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宋玉出身寒为又受到小人阻挠 始终不受重用 仕途坎坷 宋玉的作品《灯徒子浩瑟妇》 提到大夫登徒子 曾在楚王面前说他好色 宋玉则回应 住在我隔壁的邻居是一名女子 增值一分则太长 减值一分则太短 容貌较好 身材适度 全身上下 无一处不美 许多人都为他着迷 这名女子心中却爱慕我 时常攀在东边墙头来偷看 已有整整三年了 我至今还没有接受他 宋玉东墙 就比喻貌美多情的女子 宋玉接着说 灯徒子则不染 他的妻子披头散发 耳朵歪斜 嘴唇缺裂 牙齿稀疏 弯腰驼背 又有疾病在身 灯徒子不但喜欢他 还跟他生了五个孩子 这么一笔 究竟是谁好色呢 灯徒子此后便用来 只称贪恋女色之人 楚王曾听闻左右进尘 对宋玉的抨击 以一面之词 对宋玉进行责问 宋玉做了一番辩解 写成对楚王问 楚湘王问 我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 说你不好 是不是你的言行举止 有何不端正之处呢 才引来这些言语呢 宋玉回答 有一位外地人来到影都 在试集中唱着夏里八人 这些通俗的歌曲 起初随着他一起唱的 有数千人之多 夏里八人是楚国民间通俗歌曲 泛指通俗的文学艺术 后来他改唱阳歌 谢露这些有难度的曲子 一起唱的人就只剩下数百 等到他开始唱阳春 白雪这种高妙优雅 又夹杂高难度技巧的歌曲 能一起唱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阳春白雪是古代的乐曲名 较为深奥难懂的音乐 也比喻精深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 没有人一起唱 不是因为唱歌的人唱得不好 而是因为曲子越高雅 能跟着唱的人也就越少 是其曲迷高 其贺迷寡 曲高贺寡 是越高雅的曲调 唱贺的人就越少 比喻无法引起大众共鸣 同样的道理 许多人在您的面前批评我 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 是因为禁言者皆是些平庸之辈 自然不能欣赏了解我的为人 宋玉以此文章回应朝中小人 对他的诽谤 从中也可以见到 他清高孤傲 自命不凡的气性 宋玉陪示楚香王游蓝台 风吹来时 楚香王敞开一惊赞叹 这凉爽的风 是我和百姓共享的吧 宋玉不以为然说 这是大王独有的风 百姓哪能共享呢 楚香王说 风是自然产物 不分贵贱 皆能享受 怎么会是我的风呢 每当夏天 我吹着温暖的风 这我歌蛮红的 对 宋玉回答 我听闻 我听闻 脂沟来潮 空穴来风 弯曲的树枝 自然会招来鸟儿竹巢 洞穴则会把风招来 环境不同 吹来的风就会不同 大王所在的高台 清幽一人 吹来的风自然凉爽 百姓们住在污秽 低洼的漏像之中 吹来的风 混杂了泥沙腐臭之气 对您来说 是享受 对百姓而言 则是折磨呀 空穴来风就演变为 凭空捏造不实的传言 宋玉对国事无处使力 眼见楚国日益衰亡 只能记情文学之中 他积极创作慈父作品 劝谏楚王 反映社会现实 奈何仍旧无能力挽狂澜 最后宋玉离开官场 生活在乡野之间 楚国灭亡之后 他也黯然地离开人世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见